阿比米勒摘阿伯拉罕 創世紀二十章八至十八節 阿比米勒清早起來 照了眾神僕來 將這隻事都說給他們聽 他們都甚懼怕 阿比米勒照了阿伯拉罕來 對他說 你怎麼向我這樣行呢? 我在什麼事上得罪了你 你竟使我和我國女的人陷在大罪裡 你向我行不當行的事了 阿比米勒又對阿伯拉罕說 你見了什麼才做這樣事呢? 阿伯拉罕說 我以為這地方的人總不懼怕神 他為我妻子的緣故殺我 況且他也實在是我的妹子 他與我是同父義母 後來作了我的妻子 當神叫我離開父家漂流在外的時候 我對他說 阿門無論走到什麼地方 你可以對人說 他是我的哥哥 這就是你代我的恩典了 阿比米勒把牛羊 薄皮賜給阿伯拉罕 又把他的妻子薩拉歸還他 阿比米勒又說 看啊 我的地都在你面前 你可以隨意居住 又對薩拉說 我給你哥哥一千銀子 作為你在合家人面前 遮受的 你就在眾人面前 沒有不是了 阿伯拉罕討告神 神就醫好了 阿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並他的眾女僕 他們便能生育 恩耶和華為阿伯拉罕的妻子薩拉的緣故 已經使阿比米勒家中的婦人不能生育 已經滿足了